我不需要婴儿房 我不打算要小孩 生命是否太沉重 生命是否太灰暗 是否应该把孩子带到世上受苦 头阳姐 我们收工了 我也马上就走了 对了 东边那个小房间 你打算做什么用啊 还在想呢 那你再考虑一下 我先走了 明天见 再见 陈教授 您好 我是蒋云教授介绍的设计师同学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帮您做设计 尽管很忐忑 我都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力争达到前辈您的要求 如有不尽人意之处 也请您尽量反馈给我 我会马上根据您的意见 做相应的调整 听蒋教授说 您现在还没有小孩 不知道 您和您的太太 是否有这个打算呢 如果有的话 建议您先设计一个婴儿房 为将来 迎接小生命做好准备 不知 您的意见如何呢 和这个加油 让我们是否则 我们以为我们把孩子 保护众 觉得我们对cular 生命是否太阶重 生命是否太灰暗 生命是否太灰暗 是否应该把孩子 带到世上受苦 生命太沉重 但是也满带惊喜 生命有灰暗 但是也充满阳光 好的 我会在一周内出设计稿 谢谢您的回复 进来 快投票了吧 还想跟我谈条件呢 不是 我是来告诉你 既然你不能接受我的条件 我正好顺从我老爸的意思 站到他那边了 我理解 你也应该这么做 走吧 那么真的是 就把我的意思 就要他 找一下 对 非常espace 可就要 找个 fell 帅哥 让小宅 投票之前我再说几句 这一次召集各位股东 对我们执行总裁莫总 进行不信任动力投票 我作为邵谦的岳父 这一票算弃权 邵谦这么多年在远中 是任劳任怨 各位股东也是有目共睹的 希望各位多给他机会 好吧 好 请各位开始投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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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一票 三比三平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各位股东考虑清楚啊 这关系到 远中的未来前途 也关系到各位的钱包 对不起 对 我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支持莫小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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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飞 用选票 好好再重新投一次 我支持莫小倩 我就投莫小倩 四票对三票 不信任动力 不成立 那你干什么 当众比我难堪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爸了吗 那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女儿吗 还知道是我女儿 那你还帮着外人 她不是外人 她是我老公 我是沈丽养你的老爸 父亲我没得选 老公是我自己选的 口口声声喊叫老公老公老公 人家也把你当做老婆看吗 你现在才关心这个来不及了吧 你还想着帮你 你 Chef 你怎么怎么回事 我帮你打开 你怎么回事 我给你八千 starts 我刚才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 varies 你怎么回事 岳父 没打扰你们吧 没有没有没有 来 坐 我先出去一下 张总 没事 你也坐 走 走 我先出去一下 小姐 恭喜你 那远忠 以后还得靠你了 还是岳父你 比我沉得住气 别高兴得太糟 我真没想到 你最后还是收买了韩东 对付他很容易啊 他无非就是徒利要钱嘛 你最多加三个点 就那么点能耐 我一口气就是五个点 也许我唯一的能耐 就是让你女儿能投我一票 有没有后悔 把女儿嫁给我 别激动 不要切坏身子 我可不想这个时候 为你拼麻戴消 我还有事 好好休息 沐总 沐总 你没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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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